罕见老照片,袁世凯是近代备受整理的一个人物,图为袁世凯和母亲刘氏的合影,刘氏很会烙磨,老厨的抹四圈之一般薄,味道特别好,袁世凯的父亲生来带吃烙磨,很喜欢这个大脚丫头,后来变那其为妾,不久,变身了袁世凯。 罕见老照片,图为革命先驱孙中山的母亲,杨可卿,杨可卿在十八岁的时候嫁给孙中山的父亲,1866杨可卿生下孙中山,那一年是清朝同志五年,距离清朝灭亡只剩下四十五年的时间。 罕见老照片,图为年轻时期的蒋介石和母亲王采玉,发七毛福梅,还有儿子蒋金国的合影,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坐在中间,手捧蒋金国,看上去很端庄。 罕见老照片,图为袁世凯一家人的合影,七七成群,儿女成堆。 罕见老照片,图为年轻时期的蒋介石。